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工作 还真的蛮不容易的 想当年我们念新闻系 是第一次愿嘛 对不对 后来人家说什么 小时候不好好念书 小心长大之后当记者 这什么意思呢 马上好像感觉 我们的梦想被打脸了 现在这个时代变化这么快 你要找对工作更难了 AI 机器人都要来 抢大家的饭碗咯 到底有没有什么工作室 不会退流行的 有没有什么新兴行业 会是明日之星的呢 我们今天请到 不同领域的这个专家 还有这些业者 一起来聊一聊 这些工作到底 你来做行不行呢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 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 从小就听他的歌长大了 我们的台语歌王 今儿是电竞协会理事长 施文斌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哇塞 真是一个新头衔 电竞协会 电玩很厉害 吃力不讨好 真的吗 很辛苦 待会来分享一下 好 第二位呢 这个名字很特别 殡葬业者 小冬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大家玩 OK 这是艺名 对对对 行走江湖的艺名 好 另外这一位呢 这个工作其实现在是 我们非常需要的 就是赵福员洪淑敏 欢迎 欢迎淑敏姐 好 另外这是我们财经专家 徐清华 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这个人力专家 我们的启善哥 欢迎 启善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聊聊 现在找工作很多年轻人都是 比较实际吗 那就先问说 到底现在哪一个工作 起薪比较好呢 有做调查吗 没错 当然有调查 而且调查的是 我们行政院的主机总组的 调查资料喔 所以大家应该想看一看 到底哪一些行业 它的薪资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喔 这是2017年的 行业最高薪资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什么行业呢 第一名是我们的电信业 你看 平均月薪 在所有行业里面 唯一破10万的 就是这一个了 平均月薪 有没有看到 6位数喔 6位数喔 103480块 那第二名的是哪个行业呢 10万啊 10万啊 唯一破10万的是这一个 对 然后第二名 雅兵的是哪个行业呢 是银行业 它的薪资是 也将近10万喔 97786块 那第三名呢 是电力燃气供应业 所以这边很多人就想到 原来跟台电有关的 相关行业薪资还是不错的 所以它的薪资是多少呢 是94551块 那这几个 都是9万到10万的这个高薪的行业 可是有人笑 当然也有人什么 会有点暗自伤心 那暗自伤心的是哪些行业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薪资属比较低低的 前三名的行业 第一名是汽车客运业 它的平均月薪是26489块 所以就有人说啦 奇怪 照理一粒一休过后呢 他们加班费不是应该要增加吗 对 怎么看起来薪资还是26489块 就是工作蛮辛苦的 对 因为工作真的很辛苦 而且开车其实说真的 长时间还真的蛮累的 那第二个什么 倒数第二名的是 美髮及美容媒体业 它的平均月薪是 28,029元 那为什么呢 我们做一次18都这么多钱 我们做一次18很多钱 但是你喜事头 它能够分到的钱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你知道薪资高跟低之间 一平均完了就得到这个数字啦 那第三名是什么呢 第三名就是餐饮业 餐饮业的平均月薪是 32,688元 那么这个薪水呢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 餐饮业辛苦不辛苦 其实也蛮辛苦的 你不要觉得餐饮业 就只有端端盘子怎么样 其实餐饮业里面有很多的美杆 做起来又内厂又外厂 其实也很辛苦 而且不管是主管还是基层第一线 可是呢 它在薪资的平均里面 它竟然是排名第三低的是 32,000多块 那么其实大家就这个薪水 其实去看一看呢 可以当做自己呢 进社会要找工作 你参考的一个指标 好 其实这是行业别的薪资平均 还不算是起薪啦 对 刚刚那个水电燃气业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些国营企业嘛 真的是福利很好看 国营事业啊 那电信业可以突破10万 真的不懂 电信业突破10万 我觉得它大概有一个原因啦 除了我们讲说 比较几大电信业的 你讲得到的什么台歌大 中华电信远传之外 这些工作里面 其实它上下也有别 什么意思 它如果是属于在公司内部 跟在门市的部分有差 所以你看到 我们有一家这个电信业者 它怎么样呢 它干脆把它的门市切出去 变成另外一家子公司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的母公司的工作薪水平均起来 高不高 高啊 因为属于比较低的 落差大的 因为有奖金嘛 这个门市的部分呢 它就被切出去 变成另外一家公司了 那么它的薪水呢 跟母公司两个就脱钩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 它的母公司算在这里面 结果子公司呢 搞不好算在另外一种服务业的里面 对 所以它造成薪资的计算方式 可能就有落差 OK 好 问一下启盛哥 现在新线人找工作 其实很多人是对服务业 还蛮感兴趣的 有没有一个新的现象 以这个111人力银行所做的调查 它的排名比较低的 最低的三项 这是起薪 起薪 起薪比较低的 包括这种幼教啊 还有补习班啊 像这样的起薪 都是相对比较低 两万七千多块钱 像这种美边啊 还有装潢设计啊 这种的 如果你不是靠数位去绘图的话 那它的这个待遇也都普遍不高 刚刚这个清王特别讲到的是个餐饮啦 还有美容美法啦 它也是属于相对的 比较比较低薪的 那什么比较高薪呢 你比如说两年前被摔出榜外的这个房地产 那最近呢 去年它又重新回到这个榜首的这个位置 房地产的这个待遇相对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就是一般 永远站在前三名的就是这种什么资讯业啊 电子业啦 这样的行业别的 它的这个待遇都会相对比较高 此外呢还有包括像这种金融保险的 那么它的这个待遇也会比较高 因为现在的这种金融业 很多的翻转透过了这种的附属商品啦 区块链啦 都会让它的收益增加 行情不好继续赚啦 因为大家都套牢嘛 对 套牢放在前方这边 银行就继续领手续费啊 管理费啊真的啊继续赚啊 那今年有没有一些比较新兴的行业出现呢 比较热门的行业呢 那现在就趋势而言 你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什么流行趋势 对 说能够不退流行很难啦 很难不退流行啦 但是大概三五年之内啊 大概还是站在领先群的几个行业 包括说大数据啦 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啦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长照啦 因为它跟我们的社会脉动能够结合嘛 就是长照啊 生技啦 生物科技业啊 像这一类的啊 大概在三三五年当中都会相对比较夯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夯的 就是东南亚语系人才 东南亚语系人才 东南亚语系人才 所以比如说是个 泰国 泰国啊柬埔寨啦 越南啊 像这些 也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 很愿意往那个地方去从事发展 不过这几年的发展 要去要尽早 因为呢中国大陆已经进 已经进去了 所以中国大陆只要一进去 包括它的房产什么的 你看着好了 不削几年的功夫 大概 台湾就又要被东南亚给甩在后头 我帮启胜哥补充一下 其实启胜哥刚刚讲的是一个进行事啦 比如说像年轻人啊 你知道台湾年轻人 现在这几年都有个状况 就是说他希望被外派到东南亚去 为什么希望被外派到东南亚去 以前那时候不太喜欢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派到泰国 那如果他的公司做 是跟设备租赁有关的公司 假设在台湾 我问你一件事情 他如果是业务人员 他要做业务推广 在台湾的市场 你能推的都已经推满的都饱和了 你业绩从哪里找 你没有嘛 可是问题是你去泰国去越南的话 人家市场才就是在起步这几年的时间 所以呢很多企业对于设备租赁 他是有需求的 那对你一个年轻人来讲 留在台湾跟去泰国和越南比起来的话 哪一边你的业绩创新高的机会比较高 当然是到泰国跟越南创新高的机会比较高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之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在国内一个很大的做设备租赁的公司服务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过去这一两年呢 他们公司内很多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他的同事或是他的学长 都是等着希望被外派到泰国去 因为被派到那边去呢 你业绩只要好代表什么 奖金的收入相对就高嘛 所以就变成说到东南亚去呢 变成是他们自己替自己创造所得的一个新天堂 那更不用说什么 有些国家像菲律宾 人家是不只是去那边当员工而已 我知道有一些学生 是打着留学的名义到菲律宾 考察市场半年一年之后呢 他干脆把台湾的做珍珠奶茶相关的服务呢 搬到菲律宾去 甚至进一步的 我直接连外送服务都直接帮你做了 在菲律宾当地呢 他反而变成是一个贴心的服务 那当然他怎么成功功耗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你至少看到一件事情 不管对就业市场来说 对这个创业市场来说 他都变成是一个新的蓝海的存在 但是就像庆宜刚刚讲的 你说有没有风险 还是有啦 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本来就对东南亚文化很有兴趣 所以越南话泰国话他都学喔 结果他有朋友找他到哪里去 找他到辽国去 要做跟咖啡豆有关的生意 那想一想当然也OK嘛 那一方面看起来是给人家请没有错 可是呢对方邀请他 就是拿了五万块出来 有点像投资变成股权 所以既是员工也是股东 结果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出了什么状况呢 那一块咖啡田 竟然跟人家产生了 产权上的纠纷 结果后来整块咖啡田都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怎样 整个公司也就没了 所以呢 他后来回到台湾来是怎么样 就有点像人财两私啊 工作没有 但是投资的钱也没了 所以你说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但是问题在于说 那边是不是市场 是市场 所以你也看到就是说 台湾有些年轻人 确实怎么样呢 他在那边获得成功的机会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里是什么 越南的台商做成衣的 那结果他们遇到一个问题 他要到台湾找一个 懂越南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越南有公司 台湾也有公司嘛 两边要不要email往来 要email往来 那我如果还要再从中文 翻成越南话 再发到越南那边去 给越南当地的主管去看的话 是不是要转一圈 没效率嘛 所以他想说我在台湾干脆 雇用一个懂越南话的秘书 结果光是这件事情呢 没有 光是这件事情 他要找一个 就是说从学校去找 他其实就花了一段时间 然后是拜托几个认识的大学 有相关的与这种人才 等于是说 越南到台湾来念书的 推荐给他 结果呢 这个学生一开始是当公读秘书 等到毕业之后呢 就干脆就到他公司去工作 所以你看这种需求在不在 他还是存在 我以为台湾越南第二代蛮多的 风险还是有 但是呢 怎么样来规避这个风险呢 你比如我所知道 在柬埔寨 他就有公证处 而这公证处 还专门为台湾人服务的 所以如果说你到那个地方 如果有厂租的问题 然后有法令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 盈利事业登记证 这样的那种 法令方面的 然后租金方面的 然后等等的 他都可以找这个公证处 来帮你做协助 所以我觉得 他会相对的 会比较有保障 那我相信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应该 既然我们要推动新南向嘛 很多国家应该有提供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有心要过去 包括创业的啦 或者工作的啦 都可以寻求这些公证处 所以你觉得年轻嘛 可以出去闯一闯 如果有这些机会的话 台湾人不都是往外发展的吗 我们的这个先辈们 不就提个皮箱到东南亚 可以吃吗 是 到这些中南美洲的地方 去做打拼的 是不是 连贝里斯都有台湾人 你可以想见 那如果留在台湾 还要做什么呢 有什么明星产业呢 我们星期广告 待会再回来囉 好 时代在改变喔 其实目前有一个行业是 这个星星崛起的 而且它不断的在发扬光大 好 我们现场先介绍 刚才介绍这一位 大家本来对他的印象 都是台语歌王 是 雄心酒店嘛 其实他本身是电玩教父 没有 不敢当 不敢当 电玩义工 电玩义工 对 我们就要聊这个电玩这个行业 我们现在现场这些 都是你的收场 你还打过世界第一喔 对 你打电玩的资历有多久啊 我的电玩资历40年 40年 我的第一个电视游乐器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 一般的家庭 还是黑白电视机的年代 那个时候 第一个电视游乐器呢 是黑白画面的 中间一条白线 两个旋钮 乒乓球 打滴打滴在接 有这种事情吗 然后等到我 那个时候我是小学 对 我们在测试年龄 年龄短 小东哥有看过吗 你有 你有看过 现在Google上面搜寻都有 都找得到 有 当年的那个 Atari的第一代的游戏机 我们是红白鸡的年代 我们是红白鸡的年代 绝对红白鸡的年代 我真的没有看过 今天第一次听到的 然后到了国中之后 开始就风行的是红白鸡时代 那一路到现在 那我以前小时候玩那个什么 吃香菇会长大那个 玛丽兄弟 红白鸡 红白鸡 红白鸡时代 还有小精灵 小精灵 那也是红白鸡 以前这是用卡式的啦 对对对 而且要吹这样 那个如果接触不良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吹一吹才可以握 过热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把它吹降温这样 然后再继续玩的年代 有这种吗 有有有有 所以你从那么久以前 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 对 其实我是一个姨父子 那这个出生之后呢 家里妈妈要上班 所以我是一个 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孩 单亲家庭的小孩 对 那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只有两件事情 陪着我成长 一个就是乐器 一个就是游戏 就电动 就一个人可以 可以处理完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玩 所以我也很幸运 我在音乐上 在游戏上面 我都有一点小小成绩 对不是小小成绩 要达到世界第一 那一年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是 什么样的游戏 拿到世界第一 就是这个 Unhap Horizon 2 Diablo 2 应该是20年前 20年前 这三个公仔 应该是算他们官方的 哇 在这个游戏上面所发行的 三个公仔 这很有历史 已经20年了 对 我都舍不得拆开 对 然后已经20年 而且文彬大哥 有帮你把灰尘擦干净 有 哈哈哈 这是叫什么 有特别名字吗 对这个就是 他们的一个角色 是野蛮人 野蛮人 对 然后这个是他们里面的一些怪 一些怪物 对 打到世界第一是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 其实 那个时候 这个游戏它是 那个时候 其实网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 不像现在 那个时候呢 这个游戏应该不算线上游戏 它还算是区域网路的连线游戏 就像第一代的那个射击游戏 那个战力时空 那个时候叫CS 现在叫CS GO 那那个时候是区域网路连线 第一次可以有那么流畅的游戏 我们四个朋友可以组队 然后一起来推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全世界只有四个伺服器 美东 美西 亚洲跟欧洲 然后那个年代呢 大部分的台湾玩家都在美西伺服器 所以我就在美西伺服器里面玩 然后我就玩上了天梯的第一名 哇 台湾之中啦 四千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竞比赛 那个时候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WCG第一届还没举办 那后来就因为 那就是电竞大叔了 就因为对电竞大叔 因为这个事情后来 美国的研发厂商爆血 就送我一个 亚洲荣誉会员的一个纪念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们 这个公司来台湾 然后再发他们一个新的DOTA游戏 在当年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英雄联盟的前身 叫做魔兽争霸3 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献哥的公司 那个时候杰伦跟方文山 都还是公读生而已 就还是还没有发片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后来就是因为 宣布这个魔兽争霸3的关系 所以杰伦跟方文山 写了一首半寿人 就是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 对对对 是为了宣布这个 对对对对 那因为后来消息曝光之后 我那个时候才在友台 主持了一个每个礼拜天下午 直播的电视节目 我在节目里面 直接歇死对打 然后暗爱破坏神2PK 应该算是中华民国 史上第一个电竞节目主持人 哇 好慈身喔 对对对 我介绍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 20年前都主持过电竞节目了 对对对对 那时候就有电竞节目了 对对对对对 那后面这一支 这个大家可能没看到 这个是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也是我非常热爱的游戏 那魔兽世界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牛头的萨门 那这个我是 到国外去收集回来的 然后魔兽世界相关的公仔 家里面有大概40个 哇 我今天因为实在是搬不动 我就带了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蓝 这个我比较不懂 我觉得要达到世界第一 这种境界 你是要花多久的时间 一直练习 他要花多少钱的时间 对多少钱 倒还好 所有的版税都拿来玩电玩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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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游戏有分 有的游戏呢 它是你今天除职了 你花了钱了 你用新台币才会变强 但是美国很多游戏 他们是卖断的 他这套游戏卖你1000块 就是1000块 他不会再跟你收钱了 除非他之后有改版 会再跟你收多少钱 这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游戏就是买断的 就像你买一张CD一样 300块500块就到底了 那所以其实到现在 有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竞游戏 基本上他都不需要花钱 基本上就是在比操作 那够公平够平衡的游戏 才能够变成电竞的游戏 那有些人花那么多钱 怎么回事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刚刚 文秘大哥讲到就是说 确实你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 那有的人当然是花钱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现在讲的那个钱 是游戏里面的钱 但有一种钱是游戏外面的钱 什么叫游戏外面的钱呢 就是我要买好的装备跟设备 具体的讲 我要好的滑鼠 那我操作才会流畅 那我要好的音响 那我听到音效才会舒服 我要好的荧幕啊 看起来效果才会精致啊 那这些设备要不要花钱 要花钱 要花很多钱 要花非常多钱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很多年前 曾经在一个3C通路上 当过协力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电竞设备可怕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呢 厂商一批货丢给我们 那大概是30支到20支左右的滑鼠 那是电竞滑鼠 你知道那滑鼠多少钱吗 我们一般的滑鼠 一颗大概150块差不多 差不多 那个电竞滑鼠 雷蛇的既然说要4000多块啊 那一个4000多块的滑鼠 那时候我想说 因为我是协力嘛 我想说这4000多块一支的滑鼠 要卖到什么都才卖得完啊 对 结果你知道吗 那二三十个货 到货的那一个礼拜呢 一个周末而已 全部卖光光 就一个周末全部卖光光 他什么要滑的比较快 是打怪很快 他就是除了说 他滑的敏感度比较好 最后还是旁边他有很多按键 他让你可以放技能 做什么的时候呢 对 他的使用跟我一般滑鼠 就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那我 那我刚刚不是有谈到那个雷蛇吗 我举那个雷蛇 因为雷蛇是一个电竞的品牌 对雷蛇 我举他的创办人的故事 你就知道就是说 到底他对他们这些玩家来说 有多吸引人 为什么非要不可 雷蛇的创办人本来一开始 也没有要做这个品牌 他一开始是在玩游戏 玩一玩之后呢 发现奇怪 就只是滑起来觉得爽感不够 你知道吗 那干脆他就找几个他的工程师的朋友 研发出了一支电竞滑鼠出来 研发出来之后呢 发现每次对用都很快啊 要干掉对方都很快 结果呢 被别的玩家检举说 你作弊 按照现有的设备怎么可能这么好用 结果被检举了之后呢 他被人家锁账号 锁账号之后呢 他那个雷蛇创办人很不服气啊 他说我都是按照你游戏规则来啊 我哪有作弊 我只是滑鼠跟你们不一样而已 然后呢 经过申诉之后 欸 游戏的官方发现说 哟 你们用的真的是 你没有作弊 你们用的是自己的设备 后来呢就解开了嘛 解开之后其他玩家就发现 原来有这么好用的设备啊 那干脆你们做几次卖给我们嘛 就这样子呢 他的设备呢 开始越卖越多 越卖越好 所以你就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说 就对这些电竞玩家来说呢 好的设备哦 那个钱掏出来要砸下去的 那诱饮有多大 分秒必争啊 要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电竞已经进入一种新形象 跟以前一般想说 哎小朋友打电动好像就是 不用工嘛 爱玩嘛 对以后要怎么办 对父母亲就觉得很担心 有点把电竞污名化 但是告诉他几个这个数字哦 数字自己会说话 第一个是2022年呢 亚运会正式把它列为比赛的项目 代表他被认可 他是一个正式的比赛了 那么第二个呢 电竞的人口平均是35岁以下 为什么你觉得你看不懂呢 因为 你LKK了 35岁以下 太晚了 10年后35岁以下 这批人就是变成我们的消费的 核心跟主力啊 所以现在很多政治人物 也在了解电竞啊 对不对 不会打也要会说个一两句啊 对不对啊 那我们呢 其实台湾也有进度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电竞 正式纳入运动产业 还有推出电竞体态 另外现在有超过60所的这个院校 是进行产学合作 在推动电竞的教育 那我觉得最后这个也是满指标型的 在今年啊 全世界的这个看电竞的观众人数 会来到3.8亿 然后统计里面其实没有在玩 只是纯粹在看的 跟我们看电影一样 已经超过2亿 这代表什么意思 它变成是一种大众娱乐了 是 其实电竞呢 够公平的游戏 上了这个世界舞台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斗志 那我举那个WCG第一届 那个世纪帝国 那个一个人玩的曾正成 对 我还报道过他我想想想 好多年前嘛 对那这个游戏是一个人 控制一个电脑 然后你控制一个国家的兵种 然后你的人要去生产的资源 然后去升级 他的城堡呢 基本上是四个等级 在那个时候全球的选手呢 都流行是 城堡升到第三级的时候 开始出兵 那包括曾正成也不例外 但是后来曾正成为什么拿冠军 也是当他跟这个韩国选手 在对决的时候 他升到第二阶他就出兵了 那个韩国的亚军 傻眼 傻眼了他还在盖房子 真正成定名成下 所以我们由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知道就是电竞这个比赛 基本上就是在斗智 战术就是在斗智 所以代表这个小孩子特别聪明 我觉得十几年前 我们在那友台做专题 就说玩电竞会不会变坏 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整个时代是改变了 是而且现在的薪水 越来越高 薪水有多高 是是是 那我先讲我们谈韩国 韩国我们现在纳入体育发展条例 我们现在才走在韩国 大概20年前 韩国那个时候WCG第一届的时候 企业当初被曾正成打爆的 那个亚军选手 回到国内是当民族英雄来看待 最后开了操跑 娶着韩国女艺人当老婆 民族英雄 完全是人生胜利组 那时候我们的曾正成多辛苦 大家都说他生不逢时 当然他现在结婚生子 有稳定的工作 那他也是一个好爸爸 那当然真的 你跟韩国的比起来 真的是落差很大 那我们现在以英雄联盟为例 那韩国的当家中路Faker 他现在他的年薪是1亿台币 19岁 他1亿台币 然后呢 网路上面估他的价钱是大概8000万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算进去 那他现在的薪水是南韩 所有职业运动员里面最高的 包括南韩到美国去打职业 职业大联盟的 薪水都没有他高 那我们不要看南韩 因为南韩毕竟市场也大 我们看台湾好了 台湾2300万人 过去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在比赛的时候真的是 就是很突出 那当然这个不管各国都有拿钱过来 要把他们牵走 有的选手选择留在家乡 那最近刚刚有一个 刚刚到中国去 那他的薪水应该是 比在台湾的薪水高10倍 那我们以现在的 顶尖的职业选手 辛酸啊 万坛啊 顶尖职业选手的水准 大概是月薪是15万左右 那这15万是他的月薪 还不包括 他今天开实况的时候的 观众的斗内 他的代言打赏 他的奖金 他的其他的收入还没算 他的底薪是这样 保守是这样子 那他到中国去 他现在是150万 但是这个有天分的选手 我的估价是 他最少值100万美金 是3000万的台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未来不管我们 虽然台湾的市场不大 但是我们台湾有优秀的选手 他一样就像陈伟英 王健民一样这样输出 到美国到各个国家 不管他去哪里 打什么比赛 他永远是台湾之光 会鼓励年轻人走这条路吗 当然我要跟观众朋友们聊的 就是大家看到的其实是选手 那但是整个电竞产业呢 选手只占了5% 那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一个赛事转播 其实就跟我们电视台一样 所有的人都在转播这个赛事 他有摄影机 有导播 有主持人 有赛评 有选手 然后还有副控 那整个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电视台一样 他可以带动整个产业 其实我们要讲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了解一下 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在这里面可以干嘛 因为全球的电竞产值高达300亿的规模 而且未来只会多不会再烧 那有人会觉得说 那我小孩就整天打电动 就当个比赛选手而已吗 也不是啊 你的小孩子 就除了当比赛选手之外 往后退一点 还有很多工作机会的 我们先进广告带回来 一个一个讲 所以开始认真打电动 要了解 要了解 因为他们要的摄影师 要的 聊到这可能很多这个 很喜欢打电动 或者家里看到小孩子 很常常在打电动的家长 又燃起了希望 这是一个明星产业 到底当这个电竞选手要具备哪些条件 电竞选手 除了要对于他所喜欢的那一款电竞游戏 要非常深度的热忱之外 那他需要的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 努力天分加上运气 那其实就跟一个歌手一样 会唱歌的人很多 很多 那你能够变成一个发片歌手 或者是你变成一个 家于户晓的一个歌星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其实电竞选手也是一样 那你今天你对游戏的了解 然后你今天能够在游戏里面 出类拔萃 那除此之外 其实因为主要是现在是这样 就像我们今天篮球 篮球这个教练 他要去找篮球员 他可能全国各地去找 那个篮球比赛去看哪个球员不错 那但是游戏不用 游戏因为每个游戏都在伺服器里面 伺服器的后台 记录了每一个玩家 他的记录 所以只要是好的 都会有一个像我们所谓的 天梯的排名在上面 但是不是每一个高手都适合担任选手 那电竞公司的老板 教练还会约来 然后跟他对谈 面谈之后 看看这个选手 他能不能够跟团队合作 他的心态是什么 因为你看他年纪这么轻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工作 虽然他原本是一个娱乐 是一个消遣 但是他今天要变成一个选手 他面对的是什么 赢了上天堂 输了下地狱 这么严重 心情心态上 输了你会被网友酸啊 对不对 而且年纪那么轻 对要接受这么多的掌声跟霸凌 对对对对对他们来讲 就像一样 我今天我去外面 人家付我钱我去唱歌 我可不可以唱错 我不行 我可不可以乱唱 更不行 我可不可以忘词 不行 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一份工作 一样对电机选手也是一样 他今天是选手了 那是一个工作 相对的是沉重的 那如果他今天不要当选手 他就乖乖念书 当一个休闲的玩家 不是很开心 所以当选手压力其实蛮大 而且听说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 对以AHQ为例啊 那就是说一般的 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人类的反应速度最快的时间 是15岁到26岁这个阶段 那所以呢 以英雄联盟为例呢 这个游戏它的限制的年龄 是15岁以上 所以大概是国三的年纪 找到好手之后 让他在高中这三年培养 当练习生 培养出来高三毕业的 就直接进职业队 开始打职业 那所以其实他的年龄 非常的低 那以AHQ为例的话 因为每个电竞公司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一贯的一个作息 有的可能是早上10点钟 上班打卡 那AHQ是每天中午 中午12点打卡 那他们是集中管理 大家睡在宿舍里面 然后下来以后指纹打卡以后 练习生就跟那个偶像剧一样 我们看到的一样 只是内容不同在打电动 对 中午打完卡以后用个餐 1点钟开始训练 训练到晚餐 有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一直到晚上10点 大概是训练8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晚上10点结束之后 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安排瑜伽课 有的时候会直接带去精神房 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很抗压性 除了抗压性之外 精神力要一直 不能回家 当然可以回家 放假的时候可以回去 基本上就是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 因为年轻嘛 因为年轻所以其实 我带我两个小孩子 就去看他们这些选手 回家的时候 我就一边开车 一边回头问了两个小孩 你们要不要当电竞选手 两个说 你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一个游戏 你平常消遣娱乐 玩个两三个钟头 很开心吗 你就是你只能打一款游戏 然后你要打一整天 叫你天天打 天天打 每天打 你三天不打 你就手感就没有了 对 练累了要睡觉 不行了 现在是瑜伽课 真的是很配欸 对 所以你没有绝对的热忱 真的不要来 当然 选手的门槛是有的 选手的门槛是有的 因为竞争高 我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们 举个例 大家都看得懂籃球 你偶尔也会到籃球场去 奠练身体 但是 甚至很多是HBL的啦 明星队啦 但是我问你们 你们哪一个人可以打NBA 那你们没有办法打NBA 是不是就不要打球了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对 选手也是一样 这些电竞选手 能够拿世界冠军 他们就是电竞里面的NBA 他们在打NBA 如果你没有NBA的水准 你乖乖念书 把他当成消遣娱乐 那这些人26岁以后呢 生活没有保障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就像 就像棒球啦 跟运动的顶尖选手一样的 职业运动员 对 职业运动员大概是35岁 但是他有其他转业的可能性 就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啦 就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NBA的球员 那电竞也是一样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可以变电竞选手 可是你知道吗 玩电竞游戏 如果你可以跟自己其他专长的结合 那会让你的人生多了很多选择 比如说我学会做 我是设计师 那因为我玩电竞 所以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情境 我画面要怎么设计 那流程怎么样才会顺 因为我是玩家 那如果我是学做音效的 那我也知道什么样音效听起来会热血 会让大家会有澎湃跟兴奋的感觉 那甚至比如说 我是一个做行销企划的 那我玩过了 我才知道说电竞玩家是怎么样心态 我的点数要怎么样吸引他们来参加我这个活动 他会有感觉 所以你即使玩电竞游戏 你只要可以做这样跨界跨专长的结合 其实他未来的可能性是很多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也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你去看 现在有很多的实况主 很多年轻人 那才二十几岁 甚至不到二十岁 他是玩游戏给你看 但是他有钱赚 他怎么赚 一个是在那种直播平台上面 人家透过打赏 抖内进来 他有钱可以赚 第二个是厂商赞助给他 我直接贊助给你钱 给你设备 然后呢 请你就是带着我的设备 或是用我的设备 直接玩给玩家看 那很多玩家我不玩 但是我光看他玩我也很爽 那你知道像这些这种类型的 我们讲拔角实况主 有的人一个月收入十几二十万 我都有听过 那你当然说不是每个人 都可能这样子嘛 对没有错 但那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时代 跟过去我们很多爸爸妈妈 想象的那个职业跟世界 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真的 小朋友在这房间里面转播的时候 不要再骂他 他在赚钱 电竞的高管平均年龄是33岁 对都很年轻 很年轻啊 对都很年轻 所以这年轻人想要快速升迁的 一个很好的产业 是 所以33岁以后 就在这行业算是比较老的了 对 心态保持年轻比较重要 我觉得心态保持年轻比较重要 就是说我有遇过在那种厂企业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电竞厂里面 他其实年轻你说他也过40嘛 问题是他就是有本事可以跟那个 十几岁二十岁的电竞选手 就是打成一片 所以他就会常常跟他们混在一起 就是跟他们一起玩 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 所以他就会一直知道 就是说在脉动上面 我们现在流行什么 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硬体上需要改善哪一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一个小小的那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落差 其实对他比赛结果都会有影响 那他只要心态能够保持年轻 一直跟那些年轻选手在做交流 其实对他来说 就算好啦 就算你超过33岁 甚至你超过43岁好不好 但是其实你一样在这个产业里面 还是会有你的一起之地啦 OK好 所以如果对游戏有兴趣的话 就是想办法可以进到 这整个产业链里头了 是 我们星际馆待会儿来听听看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业 叫做毛小孩的李医师 马上再回来 我们的毛小孩是兼做的吗 还是专理 毛小孩李医师 绝对是兼做的 好 今天来到一个非常信心的行业 你听过吗 毛小孩的李医师 毛小孩也要办告别式 而且背脊还容 赶快问一下小冬瓜 你看了一个叫单程旅行社 对 什么意思 因为 去哪里玩 就是 因为我们想要摆脱 就是传统殡葬业的苛九 就是大家可能听到生命事业 或是殡葬 大家都觉得比较感到恐怖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不用 对于死亡有那么多的禁忌跟害怕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名字 叫做单程旅行社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死亡也不见得是一个 这么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会走上这个过程 单程就是不回来了 对 人生最后一场旅行都是单程旅行 对 而且因为 在现在大家 台湾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环境 那我觉得 就像出国旅游一样 每个人想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那于是乎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完善的旅程 那我觉得 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真的这个有这样需求 有办毛小孩的一个丧礼的人多吗 对 其实现在跟针对毛小孩的部分 其实大家真的是越来越重视 我记得在17十几年前 小时候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那个到时候 当时身边如果有毛小孩 或是宠物有过世 其实都是很简单 可能就包一包 然后可能就是找这个 环境打扫的 或是去垃圾掩埋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甚至像我们那时候有些最近的 我乡下的地方知道啊 猫是要挂树头的啊 对啊 狗是要放水流的啊 有 我以前小时候 我小时候都是 听到都是这样做的啊 我小时候有闹过那个笑话 因为小时候 我们家也就做这样一射的嘛 然后所以那个路边 常常会有这种死猫死狗啊 然后被车撞死 那里长都会跑来找我们 然后我爸爸不在 他就说 你这个你也是处理的嘛 你处理兵长你来弄 那我就拿了这个垃圾袋 然后就去 然后带了一些这个 那个往生背啊 库钱什么 那时候还不流行盒子 那我们就去装 可是那是一只猫咪啊 我想说 曾经听人家讲过这个犀妙 还有挂树头 就真的给它挂在这边 我那时候很认真的去找了一棵树 我想说 因为我那时候个很小 我个很小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想要去找一棵 我可以勾得到的树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就很认真的在思考 啊 后来想到 我们家这个附近有个公园 它有个溜滑梯 你走上去到最上面的时候 它刚好就可以勾到一棵树的树干这样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 小朋友再留下只小孩 小朋友再留下只小孩 我那时候就很认真的 把这个东西带着 正准备要去往公园的路上 我爸就回来了 然后看说 你现在要冲伤 他说这不是要 要挂树头吗 我说 挂你一个头 后来就 反正就我爸就说 这个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所以他那时候 就拿到那个一棵的那个火花厂 就是那个时候有个精卤嘛 那就放在那边火花了 所以 以前其实处理毛小孩是很简单的 过往就是大家都是 放精卤的意思就是 不检蛊 没有没有没有 以前没有检蛊的啊 以前早些年那时候 毛小孩是没有在检蛊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 大部分就是如果 寵或过世 或在动物医院 那家属就可能 可能包个大部分两千块 然后就给了所有 那他们就会把它去处理 以前也不流行 什么检蛊不检蛊的 就是处理就圆满了这样子 那现在呢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知道现在 人怎么做现在动物就怎么做 对 对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 现在家庭的结构在改变 很多的人 他可能是单身主义 不混主义 他可能就没有生小孩了 于是乎他养宠物 对待毛小孩 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小孩一样 我甚至我记得 有一次去公园散步 还看到有个那个推婴儿车 对 然后想说 最近娃娃车里面坐的都不是娃娃 对 不是娃娃 就推婴儿车你过去看 是一只猫儿车 真的是 然后 所以也不难想象 就是说 当他的毛小孩过世的时候 他的家人 真的是把他当成人一样的 就感到很悲痛 我印象很深刻 就前一段时间有遇到 就是大半夜11点多 然后有一个人就打电话过来 他就哭了好伤心 好难过 怎么办 我们家妹妹走了 对 然后我说妹妹 那时候听得没有很清楚 我说 这个在医院吗 还是在 在家里 那因为我听他的口吻 感觉是 三十出头岁很年轻 那他的妹妹也很年轻 一般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不太会在家里 如果说你会发生在家里的话 一定都是可能意外或是什么 那我问了宗教别 然后跟地点 我就赶快收拾行囊去现场 然后去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想象的画面 可能都是在 比如说卧室的床上 或是什么的 可能单架都准备好了 对 妹妹呢 就一进门 然后我就说 那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家人现在目前在 然后他就指着这个 家里的旁边一个角落 那那个角落就是很像那种 就是一个篮子 那上面有个枕头 然后一只小小的这个 马上就一只 就躺在上面 他说我妹妹在这里 然后 因为就像那个提升哥讲的 单架也不必要 我们楼下单架都已经排好了 然后我们就说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 很慎重的 就把这个 袋子打开 然后按照宗教别 那大家有 他是佛教的信仰 就盖了一个往生被 放了一些苦钱 那就等于甚至 比照人的方式 这样做办 主人超感动 对啊 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刚刚提到 以前是不检谷的 那现在就有检谷 那因此他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火化啊 仪式的相关的这些费用 那就会比以前那种 所谓的两三千块 来的高很多 那我这边有 自己做了一个手板 帮大家整理一下 那当然这是我是 整理北部 每个县市的费用 有所差别 那我只要跟大家 讲几个概念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所谓的 火化的费用 它其实包含就是说 除了它的火化 等于是 包含它的这个 这个交通的运费 就是它可能 来这边做接运 然后到火化场火化 那以及说它可能 它会简单送一个盒子 就是那种执杖盒啊 或是一个收纳骨灰的地方 那它的分别 第一个 第一个是按照它的重量 你这个公斤数 比较轻的 当然体积比较小 它的费用就会相对比较便宜 那越重 那当然费用也就越贵 这是一类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宠物你是所谓个别 什么叫个别火化 就是我这个炉放进去烧 我就只烧一个宝贝 就是一只宠物 那所谓的集体火化 也就是所谓很多那种 就是收益 他们所谓集体一次处理 它可能一个炉推进去 它会摆五六只 以上的宠物 它会一起火化 那人家讲说 那这骨灰该怎么分 通常集体来讲 很多就可能就没有在 特别带骨灰 所以通常是个别的 他们才会 特别把骨灰留下来 那接着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费用厘清清楚之后 那骨灰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那有几种 如果你是环保障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看地区 有些环保障 它提供免费的场地 只要你是找我服务的 你是找我火化的 那这个我的这个地区 就随便让你这个 做这个环保障 你要撒在哪里 我都不会额外跟你收费用 但是有一些它如果 如果要使用它的这个环境 要做撒帐 或是环保障的话 可能又有三千到五千 不等的费用 这个要去厘清清楚 那有些如果不走环保障 像是花帐啊 树帐那些 那反正想的跟人一样就对了 对 比照人的方式一样办理 然后这个环保障的用地 也不好取得 这一定还是要是 殡葬用地啊 是 就是 动物的也是要 放在殡葬用地去撒帐 台北市政府那不是有好几个 对不对我想都是人 有分吗 其实这个部分比较有趣的是说 按照台湾的法律 其实是有一个规范 就是理论上骨灰这个东西 是有一个规范 你一定要在合法的地域 才可以帮它做使用 但是比较有趣 因为毛小孩在这里 就比较尴尬的 是啊 他不是人啊 他也是小孩啊 他在我们心里是人 所以他比较算是一个灰色 他有模糊空间 灰色地带 那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你不是选择环保障 那有就是各式不同的一个塔位 就是像人类一样 就是它有一个专属宠物的铃骨塔 那这个费用高低就比较大了 一样的塔位上有照片跟名字 有有有有 就像这边一样 它这边就是每个位子上面 都有宝贝的照片 你刚刚有看我觉得它宠物店 对 那是 那是铃骨塔 对这是铃骨塔 那便宜的话有到一万五两万的 那贵的话甚至有到五万 到四万五万都有 就是跟人其实也都差不多 当然那有问说 为什么那么贵 人是因为说有说家族啊 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们也有家族吗 不是主要就是在于说 就像我们买洋宅一样嘛 location 就是你这个地方 气氛好环境家 好小孩也要选location 风水好 一般来讲放在高位的 那个价钱比较高 不要被人家压着 一般我们主件是放高位 要避应后代嘛 那毛小孩放高位是要 主要应该是这样讲 就好比说你今天可能 比如去淡安区买 或者就是买地堡 一样是房子 但是它的装潢 它的设备 以及是它的环境 都会有所不同 他们这个讲究叫 这个门啊 就是面板啊 对 成为面板 不同的种类 不同材质 所以有主人真的这么舍得 就是要给它最好的部分 真的真的 我们年初来讲的话 我们业界就有这个非常 这个轰动一时的一个新闻 这个是真实在台湾 发生的案例 哇 推识会 对 这个是在 基隆的一位杨小姐 这位阿修实在是 对 这个 倍极埃容 没错 真的是好狗命啊 对好狗命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主人当然非常 尘埃了他的床 我相信这个一定也在他的生命当中 站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 他的主人才愿意这么样甘心的帮他这样做 哇 你知道他不只是帮他做很慎重的做 这样子的一个布置啊照片 他甚至很认真的帮他做的这样子怎么样 一个告别仪式 有没有 就是比照人的规模做伴 对 就是做这样的布置啊 然后有看有棺木 旁边还绕着这个鲜花 花山有没有 棺木有这么大 陆练要做这个仪式有没有 然后盖一个往生被 然后很慎重的请这个师父师姐 帮他做诵经回向 这个跟人一样一点都没少 然后我们有些同业就在开玩笑说 哇现在有些人真的做的还不如狗啊 真的真的 对啊所以这个环境也有差 那你说这个毛小孩子这个商机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扩充跟进步 比如说像我在这个前段时间去日本看 那你接下来看到的这些东西 现在在台湾基本上也有很多业者 慢慢再把这个东西带来台湾 好比如说像你看到了这个 这个可能碍于台湾的法令 还有一些困难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火葬车 火葬车 火葬车 在车上火葬 对没错 因为你知道在台湾 如果说你宠物要活的话 其实这个交通都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如果你要到宠物可以火葬的地方 不是在郊区就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说交通这个来访 那个往返可能就需要花到一天的时间 那日本来讲地下人愁嘛 所以他们就开发了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谓的火葬车 就是你们发生在哪里 我车就开到哪里 然后我就直接就 行动火葬车 对 帮你做火葬 但是这个在台湾机上 可能会有一些难受 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以 对 它会有一些法律上 不合法 它现在对于焚烧炉的规格什么 通通都有限定的 曾经有人被开罚 冰葬业者 就因为它的烧宠物的炉不合规定 可能有空污 或是甚至比较 比较敏感的圈 那还挺方便的 日本果然比我们进一步 主要是民众 我觉得是民众的观感 就是文化的不同 比如说像台湾来讲的话 你的殡葬特区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殡影馆都在哪 都在郊区 不会在市中心 很少啦 很少会在市中心 因为那是灵地产业嘛 可是在日本来讲 其实如果你去了解 会发现它的很多的 比如说它的墓地 或什么 它很可能就在住宅区旁边 在市区 那你刚刚讲台湾这种 毛小孩的告别式 也是跟人在同一个地方吗 基本上来讲 因为人的话 他没有办法去申请公家的设施 所以像刚刚那样子的案例 他是在比较私人的场所 然后特别就是租银空间 会所 所谓的私人会所 他租下这样的空间 然后帮他办理 像这样子的告别仪式 这个就可以 但人就不能在会所 有大体的话是不能在会所办 人的话就不能在会所办 不能在会所 没有大体是可以在会所 动物的话就可以 就没这个问题 那所以像刚刚的那个火葬车来讲的话 因为民众的观感这个很难过 因为你可以想象吗 就是这个我们家楼下 现在有个火葬车开过来了 火葬 我想这个邻居 可能马上打那个1999 六个毛小孩毕业典礼即将开始 对 所以那个比较有难度 但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台湾现在已经有在卖的 比如说像你这样看到这个 其实如果你不认真讲 你还真看不出来 这个跟这个这个丧事有关 看起来就很像家里一个很温馨的摆设 对 他就放个毛小孩的照片 那这个是罐子 这个是什么 对 没错 但是很可爱的 有没有 这很温馨 他这个就是拿来放骨灰的这个罐子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有些日本他们在祭祀上面 会需要用到的钟 或是摆放蜡烛跟香的东西 对 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讲 因为你要知道 像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喜欢在家里摆着什么神主牌位 为什么 因为你家里装潢的这么漂亮 放的那个感觉好像怪怪的 所以现在人的部分 有些业者已经在开发出一些 比较现代化 可以符合我们这个装潢 不会感觉特别突兀 宠物的也有 它也这样开发出来就是 这看起来真的是很温馨 对啊 你就放在家里的角落 那个边边 你不特别讲 人家也不会特别会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忌讳的东西 不会 然后甚至像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他们会把它钉在家中的那个墙壁上 那不使用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可以收起来的 盖起来呢 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左右这样 要怀念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就像刚刚一样 祭祀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对 所以它就是可以跟家里的这个装潢 就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对 所以现在都走向比较现代化的 那像这样这个 这个装品是什么呢 它是放骨灰的 对 放骨灰的 放骨灰啊 那就是可以拿来 放在身上 就纪念的 好 戴在身上的项链 好像这个不同的造型 骨灰只要这么一小个项链 就放得完吗 放不完 它只是一个纪念 象征性 纪念性的物品 这没什么经验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这个 像这个虽然我们刚刚这样讲 是宠物开放 可是其实人也可以接受 有一些像现在他们可能 比较不忌讳说 什么骨灰要分开的家庭 那他们就会希望说 在检果的时候 他会问我说 那我们能不能够 拿一点点的骨灰 然后放在类似 像这样子的项链里面 戴在身上 随时做这样子的一个纪念 那其实也有的 人的也有 人的从骨头 骨头里面 骨头里面 骨头里面可以去做出 炊出钻石 就是像钻一样的这种结晶 然后就变成戒指 对 随时戴着 对 所以毛小孩接下来 会出戒指款 一定是的嘛 戒指 钻石 项链 什么的都有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专门在装 装他们的骨灰 骨灰 这么漂亮喔 很精致 就是装他们骨灰的袋子 装茶叶袋子 真的有点 有人搞不清楚 你只会有什么糖果罐 打开来吃 所以我们那次去冰藏展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惊奇 你知道就是他们做的东西 就是其实融入生活 然后不会让你感到恐惧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开完车想说 这个以后去日本人的家里 千万不要随便乱派人家的东西 对 因为可能某个角落 就会是他的家人 其实是地方这样子 对 不要太好奇 对 我们先去看待会再回来咯 这真的是很好玩 对啊 好新鲜喔 那个真的很像是茶叶的袋子 对啊 而且很有东西 好 时代真的在改变喔 以前大家讲到冰藏 也会觉得有点怕怕的耶 好像觉得这是怪怪的职业喔 但是现在已经是很多年轻人 还蛮向往的工作 理由一样是很现实喔 数字蛮好的 起薪多少呢 我以一般的殡葬的这个从业人员 李医师来说 李医师就是我们所谓在第一线接案的 或者接体的 就称为李医师 还有这包括这个 告别室当中的这种 大家看到的这些 就称之为李医师 这最起码起薪都有四万块钱 当毕业就有 啪啪啪的加重起来 新手都有啊 新手都有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 从事的人比较少 大家都会有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心理障碍 对 那所以因此 但是我是认为 第一个这个工作呢 跟时代的 跟我们现处的社会 的脉动有相结合 因为我们处于高龄化的社会 未来呢绝对是 每一年我们在台湾都走的人 就有19万人了 那跟出生率已经高过了 我们出生率17万 走就走19了 那所以说一直有人在走 所以这个行业绝对是不容易 至少在这个五年当中 不太容易被淘汰的 第二个 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 很容易出头 因为从业人员少 那所以很 要出头 要出类拔萃 做到专家 那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太困难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要套用 美国诗人罗伯斯特 说的一句话 在黄树林面前 横着两条路 我选择人言罕至那一条 从此一切变得不同 如果大家都去从事四师的工作 什么会计师啊 律师啊 这样的工作的话 很拥挤 要出头很难 可是这一条路很少人走 我觉得导师年轻朋友 我就应该要去尝试的 去走一个 一般人比较少走的这条道路 你要功成名就的机会 相对比较大 你刚刚讲起薪四万 有包括大家都会问 有包括洗大体吗 洗大体不是李医师在洗的 不是 清洗大体是有 但整理是李医师也会参与到整理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它有非常不同多的职位跟岗位 那我大概做个梳理 李医师是这个行业的核心 他的责任是负责要去规划跟同酬 他要去了解说每个商户他的需求 那具体的按照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 帮他做设计规划 然后更重要是如何去执行发包 那发包出去来讲 他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主持人思宜 然后比如说协助这个献花献果 在这个告别师会场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 在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清洗大体 就是所谓的离体SPA 这个也是一门专业 他不但是要做近身化妆 可能甚至有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意外事故 他的身体的肢体上面有些残缺的 他甚至还要负责做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李医师来讲的话他其实需要 就像我刚刚讲他必须要了解 家属的需要帮他做统筹跟规划 所以这个李医师 他是需要有一些门槛跟实务经验 他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 那就像刚刚启胜大哥提到的 有些刚入行 那他就可以有大概四万 十岭大概会有四万五万 他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他就会在李医师的下面一届 就是他的助理 就是说他的能力还没有到可以帮忙规划去了解 因为他经验还不够 但是他可以去follow就是李医师他发下来的任务 去监督说每一个环节 是不是有确实被执行到 助理就四五万了 那升到这个李医师这一届 那就看他的能力 因为通常来讲他有个底薪之外 接下来就看他案件抽成的奖金 那接案他接案就是说如果他服务的比较好 那家属的需求也有 那当然他的这个营业额比较高 他当然就有适度的奖金抽成 可是我这边也是要呼吁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大学刚进来 对不对就有四五万块的薪水 感觉很好就很想要进来 可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其实李医工作其实并不好做 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 像我们这样穿着西装 可是事实上是这个工作 其实他要付出非常大量的劳力 体力跟甚至心力去完成任务 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我们在接案来讲的话 其实你是很难会有稳定跟固定休假的 为什么举例来讲 你今天承接一个客户案件 他就是第六天晚上第一天就要做头七 那有时候如果说当你的信任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你不可能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我今天休假 所以我另外一个同事来服务你 因为对于很多商家而言 他们家里的事情是非常隐私的 是非常隐晦 他有时候不太希望说 把一样性跟太多不同的窗口讲 对他来讲是会有压力的 所以就是说 常常会因为客户的一个需求 一通电话 你二十四小时 你随时都要随传随到 那你哪怕你真的休假 想要跟女朋友看场电影 有时候可能一通电话 很抱歉 你就是要离开了 对所以就是 通常做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其实你的睡眠品质是一定很差的 精神调定意志力也是很不好的 再来就是你的家人致不支持 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你自己本身也很年轻 我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 去面试的时候也挺有趣的 有的人说他的兴趣就是喜欢看尸体 对 有很多 有很多 这样的人会被录取吗 我后来是没有录取他 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怪了 但是确实有不少这样子的人 就是他来面试的时候就是 你去了解他说好像也不是特别缺钱 他也不是特别为了说想要钱 来应征这个工作 那你说服务家属吗 好像他也不是特别有热忱 那你就很好奇问他说 那你到底是来应征干嘛的 对 然后他就说这个 我都遇过最难忘的 就是他就说 我是很喜欢看那个CSI 常常会有那种犯罪现场 犯案现场 犯罪现场的现场 然后我觉得说 这样抽尸剥茧 然后去厘清案情 我觉得好有意思 然后我觉得说 但是我又不可能去考什么 见识官 检察官 好像你们做这个冰上野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意外现场 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 来接触 来参与一下 来接触一下对 然后我就说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比较不太适合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录用他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他在 那个同业 一个还比较要好的同业那边上班 那因为他本身 那间公司的特色就是专门 在做这种所谓意外事故 意外现场 所以都是要赶第一时间到现场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他的工作表现怎么样 他说这个女人真的太奇特了 那种电话只要一来 只要一听到是那种就是意外事故 而且状况非常惨烈的 他就非常的兴奋 而且他说一定要第一个赶到现场 然后去处理 所以你应该说还是女生吗 女生 还是一个女生 来当社会记者蛮不错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从2013 就是2013年开始 这个李医师 已经有国家证兆了 我记得是还有两级制 他是先从一个秉级技术室 然后考到一级 然后你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20个相关殡葬的学分 那你要充满这三个条件 你才可以去换取一个 所谓的李医师的所谓的证兆 国家证兆 那也有一些女生是本身学历很好 她是立志就是要走这一行的 那个女孩子因为她妈妈身故 然后不小心接触到了殡葬业 然后她就觉得说 这个殡葬业其实没有想象通的 都那么恐怖 而且她会觉得说 有些服务各方面的 其实觉得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就像刚刚齐晨大哥讲的 台湾迈入一个老年化 高龄化的社会 这不妨也是一个机会跟选择 然后所以她当她进入行业的时候 她摆脱了过去的 很多的传统的科救 什么意思呢 因为她本身有挟带 保险的基本知识 所以她也可以帮客户做一些理财 就是规划 做一些生贤一些包含说遗产 又是跨界了 对 然后甚至我 因为我们是 到后来我们是很熟的朋友 我都私底下开玩笑讲到 我就说你是斜杠李医师 斜杠李医师 就是她本身有兽险的专业 她可以帮这个家属 规划一些兽险的事业 然后再来她本身说 先买保险 然后所以她也可以做礼仪的规划 所以她现在还考上了这个方疗师 然后就透过精油分放的方式 让家人在面对伤心反应 能够更安定她的心神 安定之后 大家钱都可以给她 继续帮你做理财规划 然后再来更重要的是 她还做了像是 读心理智商相关的专业 因为她发现到 现在台湾的环境跟观念在改变 过往的殡葬业 大家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包装 是因为大家有虔诚的信仰 可是到了现代化的都市人来讲的话 对宗教的黏着度 比较没有这么高 所以他们可能 需要比较用科学的方法 然后去面对 她的亲人上亲之后 该怎么样去处理 举个具体的例子 他可能会讲说 我烧了这么多的库钱 好 我知道这是个仪式 但是我心里其实没底 因为我实在是不太相信 我烧了这些东西 我亲人得得到 那你能不能够告诉我 我的亲人 现在到底过得好不好 或者是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有时候像这样子的状况 就可能需要用比较新一代的方法 透过这些心理智商的方式 去陪她聊天 然后去让她去说出 她心里面的那个遗憾 那个伤痛 而竟然去米平 去修复 那个心理那个难过的方式 好 所以把它放大来看 是一个生命产业 是 是 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高龄花 有另外一个问题 长照 服务员 马上回来 他有多少高学历从事 我跟您分享一下 一楼 好 我先来看这最新统计 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有多老 好 我们看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呢 其实这个数字很清楚 目前台湾的这个老年的人口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14% 所以我们已经正式迈入了这个 联合国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那这个数字还有可能 不断的在往前跑 好像再过40年左右 我们就是超高龄社会 都对得到 所以台湾的社会不断的在改变 那么在台湾这部分呢 最多老人的地方是在嘉义县 那六都里面最多是在台北市 所以高龄化时代来临 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行业 这是叫做造福员 我们淑敏姐你的工作 就越来越重要了 可以讲到造福员的工作内容有什么 我们是会到 我是目前是做机家服务的 就是到案家帮申请的个案 身体的清洁 陪伴就医 陪他去做复健这样 那你每天工作时间多久 我们目前我是八个小时 我们是采夜薪制的 所以我是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夜薪好吗这个行业 夜薪 我个人是觉得夜薪比较有保障 我之前做的是时薪的话 它就是你个案没了 你就没有薪水 时薪算是算贱的 那目前夜薪就是 你没有个案也是一样有薪水 OK 它有一定的范围吗 造福员的薪水 有 我们目前是三万二 三万二 一个月 对 价是跟着公务人员一样 我们只要浴红我们就修 是很有保障 而且感觉就不会 一直要很担心长辈的状况 如果没你就是没有薪水的部分 OK 那这个行业是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 没有 想做就可以做 对 所以代表这个行业现在很缺人 对 目前缺口是很大的 这代表很多人不想做这个行业 是嘛 所以说之前才有新闻说 有人这个造福员 直接跟那个赖静德院长 来说薪水很低 赖静德说叫他们做功德 说三万多你想看 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又要出劳力 然后呢 其实有时候年长者 他有时候有一些任性 不是很好伺候 他们也必须 每天直接就面对客树 可是我看淑明姐 好像做得还蛮开心的 你觉得这里面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 我是觉得最辛苦是 有时候家属的要求 对我们来讲真的很辛苦 例如 例如他会希望 长辈状况不是那么好 希望我们照顾以后 他是有进步的空间 他希望是他能够恢复到他 像以前的爸爸 你只是照顾 把当医生 把当医生 一生都没有把握 可是当儿女的心态真的会这样 我们自己当儿女 确实会这样 所以我们都要 就透过我们的专业跟他沟通 而不是我们单打独斗去跟他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都会 请我们的各管师进去 再跟他沟通 OK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个案是哪一个 还记得吗 我印象最深刻 我是照顾一个中度进入重度失智的长辈 其实进去他都不认识谁 他的家人谁是谁都不认识 那我照顾一阵子以后 我每次进去他叫我煮饭的 后来我说我有名字 你不能叫我煮饭的 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 每天进去就跟他讲一讲 过一阵子他竟然叫得出我的名字 我一开门他就叫你来啦 就叫我 因为我都让长辈叫我阿咪 会觉得比他亲切 我一进去说阿咪你来喔 他就很开心 我要是休假个两天没进去 他就说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 就很亲切 而且很撒娇 因为讲台语 他说我很久很久都没看到你 其实才三天 所以让我觉得说 只要到案家就觉得 看到长辈的进步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温馨喔 那你觉得哪一些人 适合做这份工作 哪一些人不适合 我觉得做这么久下来 做这份工作要有耐心 而且要细心 看到就是长辈的需求 家属的需求 那个性不要太彪悍了 太彪悍你会觉得 用自己的意见去解决一件事 反而会受伤 太彪悍比家属生意还大 一般人现在可以申请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吗 可以 只要家里有需要的都可以 都可以 没有什么条件 不需要像什么 有巴士亮表的 就是你只要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打1966 就是去申请这样 就是说你家里 如果你的长辈 有需要这种 照护服务的需求的话 比如说你家里的长辈 有失智性的状况 那你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所以有人就 第一个想要就是找看货 找什么 但其实政府现在 是有一些服务可以找的 所以呢 比如说你有几种做法 就是说 比如说你打1966这个专线 打过去了之后呢 那边就会有人告诉你说 你现在应该寻 怎么样的方式去申请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到 就是说这边有写 就是亲自洽询 当地的这照护管理中心 那你可以看你那边 有哪个照护管理中心 你去直接到那个办公室去 然后去问他 我可以怎么做 好那关键在为哪里呢 大家一定都会想要问说 那钱怎么办 全部都是政府帮我出吗 当然不是 然后你想要那么天真 当然不可能 就是说他的经费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政府有没有补助 当然是有补助的 可是你想想看 政府可不可能说 大家一视同仁补助 当然不可能 因为有人家里 经济条件比较好 有人是中低收入户 比较不好的 所以他一定会有区别的 所以大体上 他分做这几个项目 比如说 照护跟专业服务 还有交通接送服务 就是要帮你把这个 家里的长辈接过去嘛 那还有比如说 像这是辅具 跟这个居家无障碍的 环境改善服务 然后还有像喘息服务 那这几种服务里面 当然项目非常多啦 我们刚刚列的是四大类 可是他下面有很多种 比如说 帮你家里的老人家 洗澡清洁身体 这就是一项 那帮你到家里呢 你没时间洗衣服嘛 那我帮你洗衣服 这也是一项 那甚至我去帮你 处理这个餐点的问题 这也是一项 这一项上算下来 是不是有很多戏目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看这说 几大类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假设 我们举例假设 比如说今天 我是去帮你们老人 家里的长辈洗澡 那洗澡洗一次呢 我的价格可能 比如说我举例啦 这不是实际的那个 价目标 我举例说 比如说算300块 那300块呢 政府就说 那你自己要负担 一部分的钱 比如说你的负担率是16% 那300块的16% 就是多少钱呢 那你大概就是要负担 差不多48块左右嘛 那这48块就是你要负担的 就是等于说 你的自己的负担额度 然后呢政府的补助 比如说月季付额最高 像这边是 10,020到36,180块 就是最高 也就是用在超过了之后呢 你就是都是要自己出钱 就会建议年轻人 进入这个产业 当然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而且现在的这个 能够有遗迹在身 他们也是有证照的 那所以也是要经过这个培训 然后领到证照 然后在这个产业当中发展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说 刚才苏明姐特别谈到 从厂这个厂物 就是开始做起的人 他慢慢慢慢 最后呢去做到管理街 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 一个培训的这种管道 我觉得当然很鼓励 他一样 罗伯斯特的话 都要找人少的路就对了 对对对对 比较容易出头天 人烟喊治的那条路 地上比较有保障 这条路那么多人走过 一块钱你都捡不到 因为都被捡走了 OK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位 都是这个人烟喊治的那条路 对对对 人烟喊治的那条路 往那边走好好闯呢 都有机会出头天 好我们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 大家应该收获很多 祝福大家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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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